你是一個好女人 我 曾經 想一直和你走下去 可是走得行為這樣一個角度 我也非常贏了 遺憾 難道有誰逼著你非跟我分手 難道你不是一個成年人 不能自己做出判斷和選擇 還是趙小飛給你下了毒 讓你離開他就活不了 厲害 你無法自控你喜心厭舊 就承認了唄 承認了這一點 至少你還是一個磊落的混蛋 你怎麼罵我都不過分 只是 我不想利用咱們倆的分手 影響你對自己的判斷 我選擇趙小飛 並不是因為你不夠好 沒關係 在你心裏 我不如趙小飛這個事實 並不會讓我覺得自卑 倒是我想提醒你 趙小飛今天所能給你的一切 我曾經都給過你 只不過 隨著年齡的增長 這些東西都慢慢消失了 這是不可你的自然規律 所以 今天他能給你的 終有一天也會失去 到那個時候 你又該怎麼辦呢 再去找一個更年輕的女孩 不過 關於財產如何分配 恐怕需要雙方律師 重新商談 有個情況你也許不知道 程海之夜已經破產 不過在破產之前 我清理了一下個人財產 我現在留給你的 那就是我個人財產的全部 有個情況恐怕你也不知道 你失踪了以後 我接管了公司 程海之夜現在正在為 諜風格四季開盤做準備 你不用這麼看著我 一開始我就知道你在白鹿村 只不過這邊事情忙了 我沒有去打擾你 不可能 你現在可以回公司去看一看 我說的到底是真是假的 我原本總是found問 快點就 P deserved回答 報紙 完全 때문 不行 李總 李總 李總您可回來了 李總 李總 您回來了 李總回來了 李總回來了 你回來了 李总 真的回来了 李总 你怎么才回来 李总 李总 你到哪儿去啊 李总 李总 心疯了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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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来 李总 这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月 以为承海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本来以为承海已经人去楼空 可没想到他还在运转 而且有效益 谢谢你为承海所有的付出 刘笑语那百分之四十的过分 我完全没有意义 至于剩下的百分之六十 我什么都不要 承海集团总共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都是你的 你说什么 我说的你不明白吗 承海的百分之六十 再加上我应得的百分之十 总共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我一分钱不要都是你的 明白了吗 这上面都写着 你可以自己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已经签字了 就查你了 我走的时候 承海已经是零 所以这百分之七十 不属于我 我说过了 你的钱我一分都不要 快去做 离婚 我同意 但是这么分割财产 我不同意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我要重新你一份离婚协议 我们稍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有人 包括英子 都在阻止吴廷回国 可他为了你 第一时间赶回了简阳 这是他当时游巷的医术 医术 吴廷为了你 做最坏的打算 他决定会解药 就没打算再活着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震那天 如果吴廷在简阳的话 他同样会抱着必死的决心 冲向尘海的楼顶 所以 如果你对吴廷还有回旧之心的话 就别再纠缠什么股份 把这么写意签了 你已经毁了他的生活 请还给他一个平静 我可以签签 但是 给我留点尊严 我不想见他签 既然吴廷将丞海妻子为生 我也一定会让丞海重任机构 等到 叶红洛斯奇开发的大卫之后 这个字我一定签了 不过 尊严的股份 全部归他 如果他有要 那就给影子吧 我可以 是 那 我 这个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